日本政府单方面强行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是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行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日方此举将对全球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 也将进一步加剧日本食品浓水产品的安全风险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你刚才也提到了海关总署已发布公告 决定自8月24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 与日本的水产品 谢谢